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持续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今天的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早上在创新高来到了19023点 之后又迅速下跌了271点 最终是下跌了93点 指数来到了18854 成交量是4225亿 今天何彦老师临时有事 所以我们请到代班分析师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华星投顾的代加美分析师 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是代加美 我不是小嘎嘎 我是宝咖咖 好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们这个何彦老师是 我们一直是一个团队在运作 其实我已经默默在这个团队里三年了 大家都不知道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那个证券跟期货的双分析师 那我们已经在这个团队里面运作 也好一阵子了 其实后面跟大家再陆续介绍一下 就是之前呢 我们是那个有参加过媒体一个报纸比赛 选股 经济日报的一个台股擂台比赛 出身的 所以已经默默在团队里运作 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了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简单 就是说明一下就是今天一个行情的一个部分 好的 今天大盘是下跌了93点 收在18854 成交量是4225亿 今天盘中有一个下跌的现象 大家是不是很紧张 盘中最低的话 今天是来到了将近跌了快200点 是196点 桂花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 今天盘中这个跌 而且那个跌的幅度很深 一下就下跌下来了 早上其实我在关盘的时候呢 早上的预估量大概只有3500亿 这是还没有在下跌之前 那下跌的股票呢 今天为什么会下跌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担心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明天要放假的原因吗 是吗 这只是一个部分原因 好 那其实呢 那我简单说一下 大家的担心就是 像我先提一下昨天的一个美股部分 昨天美股呢 其实道琼是只有小跌60点 那纳斯达克跟标普500指数也是小跌 只有非半是继续涨1.05% 可是昨天的表现部分呢 比特币是突破5.4万美元 区块链的个股是持续上涨 连辉达就是NVIDIA 还有博通都是陆续是在登高的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台湾的AI股 好像跟美国的AI股走势好像不太一样 贵华你会不会觉得 你会不会很担心呢 其实有一些AI的个股呢 其实涨高啦 所以我今天盘中有发讯息给会员提醒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留到下一个阶段 再来跟大家解读一下说 到底你手上的AI股哪些可以留哪些不可以留 那我简单跟大家提一下说 其实呢大家要留意一下 可能最近会美国可能还会重启一个晶片法案 所以可能这个新的晶片法案可能会再次出乳 所以像这些个股呢 像是伺服器啊 机壳啊 代工啊 散热这些个股呢 其实筹码已经陆陆续续有点不一样 跟大家简单提醒一下 要稍微小心留意哦 跌下来的股票都可以接吗 应该不是吧 要找到对的才能接 有的可以接 有的不可以接 所以我们有提醒会员哪些股票不能乱接 今天盘中有发讯息给会员 会员可以注意再留意看一下讯息 好的那这个是 因为228我们明天就要放假了嘛 那大家留意一下228的话 其实台股放假 那其实在美国部分呢 有一些经济数据要公布 简单跟大家提一下 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时间点 像美国的一个GDP的话 第四季的国内生产毛额的话 是在我们放假日的时候是公布的 那同时间呢 纽西兰也会有一个利率会议的一个决议 这是总经的部分 那礼拜四的话台股的话会公布我们的第四季的一个GDP 以及美国的一个消费性的指数 这个是总经的部分跟大家提醒一下 还有2月29号是MSC啊盘后生效 所以可能会有些变数会影响一些个股的变化 好这个给大家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提醒 那其实下一次的利率会议时间有点远 不过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是在3月19号跟3月20号FOMC要再开一次利率会议 所以可能美股的一些变化影响部分 可能就是大概是这些部分 跟大家简单提醒 那今天大盘呢 大家有发现说其实个股有点不太一样 好那今天跟简单提一下 今天还是有一些小型的个股 陆续在出头 像今天是汽车零组件的个股是比较强 像是有提维西啊 有梗鼎啊 有东阳这些部分 那还有就是像化工的一个部分个股呢 有一些还是延续一个涨势 不过这些个股呢 看起来筹码上都是有董监在减码一个现象 大户在减码 所以可能短线操作就好 那还有IC设计呢 今天也蛮强的 其实今天是联发客有带领IC设计 再继续创高 不过可能是因为节前卖亚的关系 像瑞育啊 还有那个联勇 今天也是走势都是感觉上都是上档是有人在出货 所以呢 老师是一直提醒大家 高档的话不要乱追股票 你高档追股票的话很容易就是呈现就是套牢的这个结果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一个个股呢 会员手上的个股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个股在创高 贵华你知道我们老师一直提醒的那只股票 今天像是有创高盘中有创高的个股啊 有像是美食 美食 对老师有说 对老师有说 你记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买的 你记得吗 其实我们是在275的价格左右 那时候买进的 你看我们275买是不是 是不是在整理区的时候就买进 是 好 然后还有像是 有一些党个股 老师还没有开牌 我们就不讲了 不过他也从 我们刚好上个礼拜五会员都有接到 都有接到 是刚好接到最低点 那今天呢 其实他也有创高 他的价格已经来到了 因为上个礼拜五刚好收盘最低 然后是在280 那今天盘中最高的话 也有来到299 哇 涨了快20块钱耶 280到299 对 好 那其实收盘也还是有小小的下 可是这些个股呢 这样的涨幅是不是也还不错 是 那其实最主要还有一些个股 那我们待会第二阶段再告诉大家说 我们今天的一个 哪些个股的一个操作 那但是呢 我跟大家提一下就是 我们有一些短线的一个逻辑 像周周发 周周发的一个个股 我们好像没有跟会员提到说 我们周周发的一个操作逻辑是什么 是 没听过 好 那我们今天盘中有一个有两个讯息 像我们之前有送一档 开红盘之后送一档个股 今天要来开盘 哇 是 之前是有让大家索取 开红盘之后有一档个股 我们送资料的时候价格是还在 因为我们是二月报告是我在写的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们送的报告其实都是我在负责 写给大家 整理给大家的 这档个股今天也创高了 最高来到了142.5 哇 好 那我们送报告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开红盘开放索取嘛 然后是不是19号的时候 他刚好就直接发动了 最低点是119 我们这是开红盘送的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 我们就提到就是说 这个这档个股其实它的获利是倍数成长 你知道吗 好 因为它是有台电二企的离爱工程 今年大概会认列35%到40%的一个工程收入 其实它的获利呢 去年跟前年 去年估应该在2块到2块7左右的一个水准 那今年其实有两家机构的预估 大概是有可能有6块3毛5到7块4左右 所以你那时候有来索取的个股的话 你看这档个股我们有一组宝马会员也有进场 我们也有进场 所以你看从119涨到142.5 其实这样的获利是不是也蛮不错的 所以我今天有发一个讯息 其实我提醒就是我们操作个股呢 就是要在重要的一个关键价部分呢 去做一个买进或是卖出的动作 好 我们会看一下 其实如果是会员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我们今天美食呢 我今天今天有一个讯息 美食我们是275近的嘛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压力区 今天美食最高多少 是到303.5 303.5美食 那我们盘中有发一个讯息 就是它会进入短线的震荡区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你想要不急不徐 然后不追高 然后有文件获益的这样子股票操作的投资人 你可以锁定我们的一个频道 甚至你可以打电话来加入我们的会员 所以这个是我们还有一档个股 也是真的是表现 最近表现真的是很好 也是运用了一个就是不追高 然后不追高的一个逻辑 你看我们上周买进的在850 然后呢今天呢已经创高到970 最高到970 收盘948 好厉害哦 那老师有开牌这档股票吧 是不是可以让大家知道 大家有印象吗 老师上次是有讲 一个应收账款天数7天 然后存货呢 它是两周就补一次存货 存货两周就清空了 你看我们会员最近进的成本是在 是买在850的 850 今天最高948 哇 你帮老师开牌了 850到948 是 短短这几天的时间 而且我没有也不是让你一直去追高我们布局的就是 就是挂在那边布局 好 就是几天然后就发酵了 所以这样的操作是不是挺轻松容易的呢 是 所以那就简单的就是提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再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做了哪些动作 好 谢谢家美分析师 各股市轮动轮涨的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 千万不要去乱追股票哦 一定要在底部进场做波段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这个老师呢是短线带你做价差 长线做波段 而且老师一定会待进待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会卖股票老师才是高手哦 想要复制美食技嘉 还有微软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跟着何彦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买点才是决令胜负的关键 手上的股票不对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而且只有在底部买进做波段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趋势做对做错真的会差很多 现阶段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买对股票 涨高的股票千万不要去追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跟着何彦老师一起来上车布局 欢迎你利用我们全新的特别业维活动跟上脚步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赶快把握机会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横眼老师Light at以及Telegram账号 在盘中有及时的讯息还有老师的看法都会传送到你的手机上 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 Light at ID是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代班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代嘉美老师 宝卡卡老师 真的是好厉害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个股 所以选股非常的关切 尤其是买点是非常的重要 大盘虽然下跌 但是老师手上的股票还是有上涨的 所以现阶段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买对股票 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以及老师手上的股票有哪些变化呢 请教一下嘉美分析师 好的 那我们讲一下今天会员的一个动作部分 今天涨上来 其实我们有两档股票 今天已经有做获利出场的动作 那我简单提一下 那之前老师有跟大家提到一个 我们有买进一个AI的软体股 有印象吗 好我们买进的价位大概是在130出头左右 好那因为今天呢 我们早上已经有一个动作呢 就是在150元附近呢 有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那这档个股我这样讲 大家应该知道是 会员应该都知道是哪一档个股了 最高有 虽然说这一波它最高有到159啦 那我们又不是仙女嘛 对不对 容许一些误差值一些钱给别人赚嘛 那我们就是今天有做一个获利落贷的动作 那还有呢 刚刚前面那一段是有跟大家提到 都说美股的一些个股走势呢 为什么AI那么强 台股的AI好像也没有跟着强 那我们有一档就是 也是跟比特币相关 AI有点相关的个股呢 我们今天呢 也早盘呢 早盘也做一个获利出场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会员要留意一下 就是我们在193194左右 有一档个股呢 我们也做一个获利出场的动作 要直接跟大家提醒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个股呢 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转弱的现象 那哪些个股可以留 哪些个股不能留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打电话进来呢 我们开放就是 几档个股做一个诊断的部分 提供给就是今天打电话来的 打电话的一个听众 就前面几个名 因为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协助处理 因为跌下来之后是每档个股都可以买 并不是 因为有一些变数再有一些筹买的一个变化 所以那今天呢就简单跟大家就是分析提醒这一步 那后续台股要怎么走呢 你看今天走的个股呢 是不是已经有点个别不一样了 像今天光通讯的个股呢 今天跌的下跌 有一档跌停的个股是联军 好联军已经下跌 那其实像华星光今天下跌呢 4979华星光今天下跌也跌了7.1% 波罗威呢也是同一个族群的 波罗威3163的波罗威今天下跌了7.06% 那其实你看今天光通讯只有一档个股 撑在那里 其实已经有点个别走势有点不一的现象 然后连今天你看前一阵子 那个设备的设备厂 半导体设备厂的个股 像是3583的星云 今天也是成为就是 今天也下跌了快跌停了 所以这样的个股呢 你哪些你手上的个股 是不是是真的可以继续留的一个AI个股 还是不能留的 我们就开放几个 几个名额 名额给就是前面几位听众 前面几个我们前面五个就好了 多可能受不了 好那所以简单今天就跟大家 简单就分享到这边 过几天何彦老师 礼拜四的何彦老师就会回来 跟大家继续就是解盘 所以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在这边 我们有机会再下次见 好的谢谢了 家美分析师 会卖股票老师才是高手 何彦老师一定会待进待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现阶段大盘下跌 手上的股票到底可不可以留呢 今天特别开放 让你来做持股诊断 手上的股票到底该留还是要买 赶快把握机会 我们只有开放前面五个听众朋友 欢迎你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来做持股诊断 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顾的代价美分析师 老师谢谢您 谢谢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涨高的股票千万不要去追 现阶段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做股票只有在底部进场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现阶段大盘指数创新高 但是手上的个股到底能不能留 我们今天特别开放前面五位听众朋友 让你来做持股诊断 欢迎你来电咨询 来电咨询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如果你实在很忧心 手上的股票到底该留还是该卖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 只有前面五位听众朋友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